成语接龙3键盘事件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课程 在Squash2里面 我们把 上一个作业B04的作业打开来 已经放在桌面 我们已经做好出题的准备了 在程式区里面 我们已经做好每三秒钟会出一道题目 那我们如何 让小猫咪来回答 答案呢 我们希望是由 学生来控制小猫咪回答的答案 我们希望由键盘来控制 那怎么样办 在 请你点到 这只小猫咪里面 一样我们在程式区里面我们要去控制他 让他说出什么话在外观里面 说什么东西 也可以看用想 还是什么东西 想着来做 想他就会有点点点 说就不会 他说出答案在这里 可是这答案要改变 要用键盘控制 你在看这么多积木里面 哪里有键盘可以控制呢 那一定会想到哪一类的积木 控制类 控制类有没有 诶没有呢 没有也没关系 再去找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原来 事件类 有没有 当按下空白键 那我如果不是空白键呢 原来他可以按这么多按键 可以侦测让你按这么多按键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他 当 什么键被按下 说什么事 当 使用者按下 1的时候 他来说 什么字 1 答案是1嘛 测试1 这样 齐子 开的时候 按一下数字键 1 他说1 对不对 来得及的 让他来得及讲 所以呢 我们要利用这样子的动作 产生几组 产生 9个 因为我们可能会按123456789 所以我们要善用 我们的 复制功能 当设计好一个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 按右键复制 要复制几个 9个 那很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排不下 排不下要善用这个 缩小 方便你排 然后去改 我们这边暂停 录影暂停一下 把它改好 我们再回到录影现场 好我们都改完了 当按下1说1 当按下2说2 当按下3说3 当按下4说4 我们来测试一下 6神无主赶快按6 对 九五之尊按9 6神无主按6 八面微风按8 这样就达到我们 成语 故事的 成语接龙的一个目的 这是很简单的成语接龙 故事 重点是在让 所有的学生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利用 键盘我们可以控制键盘 再丢一个思考题目给你 外面很多 游戏或者一些 互动式的网站网页也好 我们常常会用到键盘控制 比方说格斗的游戏 前进后退 攻击 都是键盘事件 键盘事件 你按下什么键来做一些控制 当然也有用滑鼠 滑鼠控制的 那我们这一个单元是在讲键盘事件 还有我们的舞台造型 可以利用这样来去改变做不同的设计 这是我们这一个成语接龙 想要教给大家的 大家可以利用这样子的 技巧去做一个不同的变化